Zither Harp 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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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做过了 醒着了 笑过了 哭着了 笑过了 哭着了 太多的委屈对谁讲 一个人的凝望 两颗心的相撞 匆忙的走着 恍惚的忙着 只因为有个气息的地方 天空中有那三只小羊 气息在一个大树上 飞上又飞下 一只红色的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我 看不清我要 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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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 一只蓝色的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模样 叽叽喳喳的是她的幸福吗 多希望想要为你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还有一只 我看不清模样 叽叽喳喳的 是她的幸福吗 多希望想要为你一样 有自由的生活 你别吓人了 我姐跟周东风订婚 怎么可能 我亲眼看见她跟周东风拍了婚纱照 她怎么那么过分呢 她怎么是这样的人呢脚踏两只船 你解她品质有问题 你说解什么呢 我姐可早就跟你说分手 是你现在洗衣白脸的追着我姐不放 我告诉你 别说我姐跟周东风没什么 就算有什么跟你有半毛钱关系 就算我姐脚踏两只船也没你这只船啊 苏达你有没有点良心哪 你这么说我姐我就是不爱听 我当初给你出主意 骗我姐给你创造见面机会 你现在这么说我姐你当我是什么 对 我有难的时候你也帮过我 我感激你 但我姐的事就得另当别论 这么说吧 你要是认为我姐好 我不管你们俩在不在一起 你都可以住在我家 但你要是觉得我姐人品有问题 对不起 请你出去 行了 苏达 落井下石是吧 绝对不是我落井下石 你这么想我姐 咱俩没什么可了 行 你既然都这么说了 我走 我还凯迪算是栽了 我女朋友跟别人跑了 现在兄弟又把我扫地出门 我走还不行吗 你把我钱还我 把我钱还我 把我钱还我 把我欠我的钱还我 让人什么 让人什么 你把我钱还我 四大欠你什么钱啊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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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理我 让我去死吧 小雅 你别哭了 听见没有啊 行了 钱的事我听明白了 车是我儿子砸的 货是他惹的 这个雷 我求你你顶着 这卡里有十万 只多不少 你收你东西拿着卡 走人 不是啊 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我刚才说的是气话 我跟苏达我们俩是好朋友 我们苏达交不去你这样的朋友 来 走人 不是阿姨这个 走 姐我真是集中生智 后妈也配合默契 不愧是我后妈 随我 来了个假戏真作 看把我老爸给囧的 看把文雅和黄凯迪给气的 这一仗 真漂亮 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呀 战果丰硕 这正是 文雅凯迪物重连环记 东风苏简一稳定终身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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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酒店有我爸的股份 所以你想住多久都没问题 谢谢艾琳 但是我不能住在这儿 怎么了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父母知道我在哪儿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不过伯父伯母是真的非常疼爱你 虽然他们的方法和态度上是有点强硬 不过一定是为了你好 你就多体谅他们吧 我明白 但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路 我就必须走下去 不管将来是怎么样的 我知道了 你就住下来吧 我不会告诉他们的 相信我 程中宏女士 您的公司一直打着绿色环保信号 您对此次有害物质事件怎么解释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正在找原因 所以请大家给我一段时间 程女士 听说您的产品自面试以来销量一直不是很好 那此次有害物质事件是不是正说明了原因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我们的产品一直有问题吗 我告诉你 我们的产品是符合标准的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觉得很意外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不合格产品 一旦流入市场 会对市民的生命健康 放生什么样的恶劣影响呢 我再说一遍 发生这样的事情 不是我故意的 我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 并且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地配合 有关部门的调查 所以你们不要再问了 好了好了 不要再拍了 不要再拍了 程中宏 程中宏 老周 我刚才跟你说那个恋爱技巧 你都记住了没有啊 记住 记住 主动 主动 再主动 完全正确 在充分掌握了主动权之后呢 你就从追求期进入了导向期 哦 导向期指的是 在恋爱中占据主动的一方 应有目的 有态度 有指向性地引导另一方 确立共同的三观 并且保证今后目标一致 相处和谐 明白 在导向期之后呢 你就进入了恋爱中最重要的一关 共处期 在这个期间呀 哎哎哎 等等 这点事罢得清楚 啊 你们现在别老在我眼前晃晃 从这上面下来 去房间做功课去 停止假释 哎 不行 爱情宝典三十六计 这个你要仔细阅读 认真执行 你保证把苏简发展成我的专职厚码 现在就看明天我考你 三十六计啊 三十六计不是走回上了 我马上就走 再次电视 这次电视呢 北京游业在全国 这是北京台报道的 下面是一条热点新闻 近几日 我是在对洗涤类产品进行抽样检测中 查出了一批假冒伪劣产品 其中 传奇生物制剂公司生产的传奇防托洗发液中 居然含有大量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 今天我们的记者就来到了传奇生物制剂公司 对其负责人程春宏进行了采访 下面请看记者从一线发回的报道 程春宏女士 您的公司一直打着绿色环保旗号 那么您对此次有害物质事件怎么解释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正在找原因 所以请大家给我一段时间 程女士 听说您的产品自面试以来 销量一直不是很好 那此次有害物质事件 是不是正说明了原因呢 这事没完 你跟谁没完呢 苏姐 还能跟谁啊 苏姐太不像话了 她甩了我们家凯迪 又抢了我的男朋友 她太欺负人了 小雅雅 姐姐真的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好 你这是一厢情愿 人家周东风从来都没有承认过 她是你的男朋友 她不承认没关系啊 那人家不都说了吗 男追女隔坐山 女追男就隔层沙 我跟你说啊 要不是因为苏姐 在我们中间隔着 一兄们俩早就成了呢 就你周医生 也不知道看上苏姐什么了 行了 行了 给 我跟你说啊 你跟周东风不合适 不管周东风跟谁有关系 反正你啊 趁早地死了这条心 我为什么要死心啊姐 我好不容易遇到我最心爱的人 我付出了那么多 下了那么多的功夫 我跟你说姐 我如果现在死心了 我就等于是向苏姐低头了 你知道吗 我不能死心 我现在应该去找凯迪 我要带着她去找周医生 告诉周医生 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 凯迪现在的人都不知道在哪儿 你上哪儿去找啊 姐 你忘了吗 凯迪说她就住在Sam家 我只要现在能够找到Sam的地址 我就能够找到凯迪 有那么容易吗 好 喂Sam 那个 是是是 我是文小姐 我现在挺好的 我最近啊代言了一款洗发水 我想把那样品啊寄到你们家里去 让你先试试看 如果好的话呢 你帮我在你那法廊里 给我推销一下 我不会让你白干的 给你提成 对对对对 你就把地址啊 发到我这个手机上就可以了 那不客气 拜拜 拜拜 来 弟弟 周太太 你是不是跟我们家有仇啊 干嘛呀 这大清早的 我招谁惹谁了 走 干嘛呀 怎么了 别在这儿说 我跟你说 我妈新找一男朋友 跟她分手了 你妈跟男朋友分手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没抢你妈男朋友 她分手就应该提高个人素质 吸取经验 总结教训 都是因为你前妈害的 我前妈 我前妈已经嫁了一老外了 没听说她再云新婚啊 她肯定没抢你妈男朋友 不是抢 是我妈那新男朋友 有点脱发 我妈就给她买了你前妈公司生产的 什么 传奇防脱洗发水 结果 头发没长 洗出来脑袋割大包 她一生气 就跟我妈分手了 早上好 秘密 周医生 这是今天您的预约 好 你最近看新闻了吗 又不擦分了不格格的产品了 是啊 这次听说 好像是什么洗发膏 就是什么传奇防脱洗发落 对对对 就是这个 听说那里边用的中药 全是假冒伪劣的 好多人用了都过敏呢 商家黑心吧 他们只管挣钱 根本不在意别人的死活 其实咱消费者真够宽容的 什么防脱不防脱的 只要洗不出病 洗不死人咱都能忍 谁还特意去计较那个的 可是人家商家呢 还是变着法的害人 你说真是 谁说不是 是 下来 动作快点 磨磨蹭蹭的 打电话 姐 你现在能不能回来一趟 咱妈找你有事 电话里不是说不清吗 咱妈都把我扣到家里了 行了 你赶快回来一趟 那那你快点啊 满意了吧 我满什么意啊 我还不知道真相呢 待会儿我姐回来 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行了 妈 那你慢慢等着 我先上班去了 不会去 喂 又怎么了 你陪我一起等你姐 我要三头对案 哎呦 妈 您这是要干嘛呀 我要坐堂审案 妈 就您这个 审出来的也是冤假错案 你少跟我耍贫嘴 老老实实地配合我的法庭调查 不是 这事跟我又没关系 我这是冤枉的呀 妈 冤不冤一会儿就知道了 天哪 看见了吧 我没骗你吧 看 这就是我妈的男朋友 被你前妈那破血巴水害的 都成这样了 你看 你看 你妈长的什么男朋友啊 有头发也好看不到哪儿去 要我说分了就分了 一点也不可惜 你说的也是 反正我也不喜欢她 长得比你爸还难看呢 胡说什么呢你 不是 我的意思是 长得还不如你爸呢 她哪能跟我爸比呀 我爸那是一表人才 是 是 你妈 这什么眼光啊 长得这 是 是 妈 我这上班呢 有什么事您快说吧 着急啊 着急就说实话 你要不说的话班你也甭想上 以后你也没我这妈 那么严重啊 什么事啊 你跟周医生的事 我跟周医生 我俩什么事啊 简子你就跟妈实话实说 你给妈交个点 你跟黄凯迪分手 你是不是因为带个闺女呢 压抑 什么呀妈 你这都听谁说的 我跟黄凯迪分手 是我们自己的事 跟人家周医生没关系 妈 你跟我说 谁在你面前造谣呢 我找她去 简子这事开不得玩笑 你就得实话实说 你不说什么 黄凯迪都跟我说了 你跟周医生 你们谈婚论嫁呢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妈 你真是我亲好妈 黄凯迪的话你都信 不是姐 凯迪哥说她亲眼看见的 你跟周医生订婚了 连 连那个婚纱照都有啊 婚 喂 这个呀 我真服了你们俩了 妈 我跟周医生呢 是有一张婚纱照 可那跟订婚没关系 没关系 没关系你姑娘家家 你穿着婚纱 你跟人照什么线啊你 你跟我说实话 怎么回事 行行行 黄凯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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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别生气 妈 你替我慢慢给你解释 那婚纱是我们公司让我穿的 是为了帮一客户 师傅 师傅 麻烦你开快点行吗 好的好的 谢谢啊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发那招骗你吗 那这还差不多 妈 我就说嘛 我姐跟周医生不可能是那种关系 凯迪我肯定也是误会了 误会 妈 最近我们家出了那么多事 全是黄凯迪家他们给闹的 现在呢 你把她从这请出去了 咱们家就彻底地恢复清静了 其实啊 我观察过这孩子 这孩子就是从小被宠坏了 她这辈子要不经历点大事啊 她恐怕很难改掉她那一身的臭毛病 师傅 马上就要到了是吧 是的 不过你老大不小子了 抓紧 赶紧找个靠谱了 妈 这事 你就别瞎操心了 我自己心里有谱 有谱 哪儿呢那谱 跟谁啊 要是周医生那闺女成天 这么厚妈厚妈的叫着 我看你跟别人很难有谱 妈 这厚妈不就是一称呼吗 就跟什么 张三 李四 王二 妈的一样 计较这些干吗呀 不一样 这妈这称呼可不是随便叫的 甭管是亲的还是后的 只要是一叫出口 你这身份就在这儿了 嗯 妈说得对 张三姐 回头我去找大大说去 我跟她说别让她这么叫你了 省得人误会了不好 是吧 妈 我的事你不许插手 我自己有补 不是 那别的事我插不了手 这事我能说上话呀 大大叫我后妈我乐意 瞎掺悟什么呀 还乐意给人当后妈的 妈 我跟周医生都商量好了 在她给大大找到一个正式后妈之前呢 我这临时后妈就先替着 我话都说出去了 总不能让我出尔反尔吧 我可不是这样的为人啊 什么 什么 这当后妈还有长期的临时的 这门里当着当着真是 一不留审转了证 那你得跟妈说清楚 你这跟周医生是什么关系吗 什么关系 这我还真难说清楚 好像纯洁的比友谊更近一步 但是呢 还没有继续发展的亲情关系 你听听 什么叫 纯洁的比友谊更近一步 但是还没有继续发展的亲情关系 你这话里有话呀 你这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你们这是什么关系呀 行吧 妈 咱们今天啊就先不聊这个了 行吗 我还改得回去上班呢 我走啊 你坐下 今儿不说清楚了 你甭想走 妈 别耍赖 好好说话 把你们这个纯洁的关系 给我说清楚 说清楚了 妈送你上班 说不清楚 我不让你走 妈 你到底想干吗 我什么脾气你可知道 我可不喊我 该怎么说你赶紧给我说 别让我费事 不是凯迪哥回来了吗 我去 要真实的我给你打出去 你有才来呢 没有啊 我这也着急上班呢 您好 请问黄凯迪是住在这儿吗 您是 我是她小姨 您 那 文小姐 苏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话问的 这是我们家 我倒是在这儿了 你们家 萨姆 这不是你们家吗 怎么变她家了 对 那个 文小姐 等我 你什么时候成萨姆了 苏她这怎么回事啊 你这 妈呀 那个姐 这事是这样的 萨姆这个名字 是凯迪哥给我起的 她让我用这个名字 在文小姐身边做助理 好阶级拉近关系 促成跟我姐的事 她和你姐 对不起啊 文小姐 其实我叫苏大 苏姐是我姐姐 这个黄凯迪 她居然串通你们一家人来骗我 我还是她小姨呢我 苏姐 这是你的主意吧 你是不是拽上你弟弟一起来坑我们家凯迪的 你可真是会算计 文小姐 你说的这件事情 在苏大说之前我根本就不知情 对 对什么对 你跟黄凯迪又合伙干了些什么呀 我 就 就 就这一件事 凯迪呢 把黄凯迪叫出来 凯迪 黄凯迪 黄凯迪你给我出来 文小姐 黄凯迪不在这儿 你找错地方了 不在这儿 怎么可能 他亲口告诉我 他就是住在这儿的 苏姐 你别以为你霸着我们家凯迪 就可以分到黄家的财产 我告诉你 你打错算盘了 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一样啊 你们黄家的财产 就算白给我 我也不要 好 那你就离凯迪远点 你现在把她交出来 我马上带她走 黄 黄凯迪她小姨 你好歹也是上过电视的人呢 最后你拍这么多年 你也没混个脸熟吧 你也算是公众人物呢 你多多少会得注意点形象吧 怎么着 说你不服啊 你瞧你这样大喊大叫 好看吗 要不然我把媒体叫来 搬这儿得性拍出来 赶紧放到电视上去 我保证你 比你拍十年戏还火得快 你 你什么呀 你们家黄凯迪 昨天就让我给请走了 但是她走之前 我没差过她一顿饭 这个人现在不在我这儿了 跟我没有关系了 你要找她嘛 你就你就上公园 马路上 瞧动她下去 你能找着她 算你运气 找不着她 你别在我这儿捣乱 走 不可理喻 程中红女士 您的工资一直打着绿色光导信号 那么您对此次有害物质事件 怎么解释 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现在正在找原因 所以请大家给我一段时间 程女士 听说您的产品自面试以来 销量一直不是很好 那此次有害物质事件 是不是正说明了原因呢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我们的产品 一直有问题吗 我告诉你 我们的产品是符合标准的 它是有害物质事件 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也觉得很疑问 你有没有考虑过 这样的不合格产品 一旦流入手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别随便跟南极药也签约 现在好出事了吧 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 干嘛 我真的没想到 问题会这么严重 现在对方的负责人失踪了 我在找 可是我们还没 可是什么可是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 传奇洗发水是我的心血 我不希望把它搞砸了 哈尼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我做错事了 可是我和南极合作 不也是想挽救我们的公司 我没有想到会出这样的事 说到底这件事情 是南极公司的责任 我想一定可以查清楚的 查清楚有什么用 现在传奇洗发水 已经成了问题产品 命运上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哈尼 我跟你一样交集 本来我是要坐飞机回美国 我不是留下来了吗 我忘了 今天是你非常特殊的日子 你为我留下来不甘心了是吧 我影响了你的计划 影响了你去给李林扫墓是吧 你的心里除了有李林 还有没有别的 什么别的 你怎么不这样说话吗 我就这么说 好 喂 春宏 我看到了传奇药业的报道 想问问你需不需要什么帮助 不用了谢谢 妈 好了没 对就好 程女士听说您的产品自面试以来销量一直不是很好 那此次有害物质事件是不是正说明了原因呢 你什么意思 你是说我们的产品一直有问题吗 我告诉你 我们的产品是符合标准的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觉得很意外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的不合格产品一旦流入市场 会对市民的生命健康造成什么样的恶劣影响呢 我再说一遍 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我故意的 我也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情 并且我们现在正在积极地配合有关部门的调查 所以你们不要 现在这有些个企业真是黑了心了 什么都敢干 这就得有人管管他们 发他们 发他们个倾家荡产 来啊吃饭吧 好了好了不要再拍了不要再拍了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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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真是气死我了 你知道吗 转了一大圈 原来咱们家凯迪啊 就住在苏简的弟弟家 这个苏简真是无孔不入 不是 我去晚了 他们把凯迪给赶走了 不是 我现在也不知道凯迪在哪儿啊 真是急死我了 行行行行 那等我回去再说吧 喂 艾丽雅 凯迪在你那儿 你今天是没看见啊 那个苏简她弟弟还有她妈 那 那差点就把我给吃了 我跟你说啊 还好你从他们家搬出来了 要不 还不知道他们怎么欺负你呢 小姨啊 哪有那么严重啊 怎么没那么严重啊 你来找我干吗呀 还把苏打他家去了 嗯 我让你和我一起去找周医生 告诉他苏简是个什么样的人 小姨啊 你还不嫌乱啊 而且你说别人就会信吗 那也不能就这样吧 你不是一直希望我跟苏简分手的吗 我现在跟苏简分手了 不正合你心意吗 那你的意思 你们俩是彻底断了 那不断还能怎么着啊 那太好了 你现在就去收拾东西 我们马上回家 小姨 你别往下说了 我都听够了 还有 我希望你不要把我住在这儿的事 告诉我父母 你能不能 我 你能不能 喂 喂 凯蒂哥 我已经在餐厅订好饭了 你和小姨一起来吃饭吗 知道了 艾莉订好饭了 吃饭去吧 你看看人家艾莉 对你多好呀 真是个糊涂蛋 是啊 都糊涂了三十年了 不能再糊涂下去了 没想到 程总的公司会做这样的事 这可真够他瘦的 他现在压力一定很大 毕竟是产品质量出了问题 对公司影响不小 我觉得 这个时候你得站出来帮帮他 我给他打了电话 他拒绝了 这个程总 就是他要面子 他这人就这样 没办法 你现在只能盼着 他尽快地渡过难关呗 我就想不明白了 他们公司的产品 怎么会出这样的问题呢 之前我在杂志社 跟他有过接触 后来到了公安公司 我还替他的产品 做过促销呢 虽然两次都不太成功 但我至少能肯定 他们家的产品 是一定没问题的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已经因为感觉 可能 这礼拜有别的原因 我看你还是跟他 当面聊一下 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看能不能给他点 实质性的帮助 你说得对 我得见他一会儿 我见他的事 你别跟大太说 那就得看你了 先让我保密也行 得付点封口费吧 至少得请我吃顿饭吧 那没问题 一餐饭的事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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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 好 我们都曾经为爱如此努力 怎能够轻易就放弃 相信爱是艰难爱是顺利 爱是夏日看过青春的休息 相信爱是艰难爱是温暖 爱是风雨之后依然面对的那张笑脸 你看我说了后来怎么着了 后来你就把小苏送回家 我就回来了呗 你就回来了 我不回来跟大街上当流浪孩 你怎么能回来呢 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啊 你说你就不能借机来个单膝下跪 还当场表白什么的 多好的机会让你给白白浪费了 人家小苏把脚摆了 还天赐良机呢 现在送人家回家是吧 小苏人我觉得是挺好的 但是现在表白不是时候 改天再说 不过总算进了一步 提出表扬啊 但是呢革命尚未成功 老爸仍需努力加油 一定一定 我一定不如使命 尽快把苏姐给你带回来 别跟着 你上我房间 复习功课去 我这一堆事啊 加油 好 加油 艾丽 来来来来 快来尝尝这葡萄 这是我刚从我们家后院摘的可甜了 来 谢谢小苏 别客气 尝尝尝尝尝尝 特别好吃 来姐 您也来两个 行 姐你知道吗 这回咱家凯迪啊 这回咱家凯迪啊 被苏姐那后妈给赶出来以后 多亏了人家艾丽 是她给凯迪找的住处 艾丽啊 伯母真得好好地谢谢你了 您跟我说什么谢啊 其实当天晚上呢 我就想告诉您凯迪哥的事了 但是她不愿意回家 我怕我跟您说了 您回去找她 这样反倒让她心里逆反又跑了 所以就没跟您说 后来我给小姨打了个电话 小姨去劝了劝 效果还挺好的 姐 我故意这回吧 咱家凯迪应该对那个苏姐死心了 我觉得她俩应该不会再有什么联系了 那就好 可是小姨 你都见了凯迪了 你干嘛不把她带回家来呢 嗯 你以为我不想带她回来啊 可她说她不回来 她有她自己的打算 我看她态度挺坚决的 我怕我说多了吧 再找她烦 别施得其反 她再跑了 姐 我觉得这事啊 咱就先顺着她 嗯 是啊伯母 小姨说得对啊 凯迪哥现在情绪不好 她不想回家 也就是不想再和您和伯父 起什么争执嘛 现在至少咱们还知道她人在哪儿 您也别我再着急了 劝她回家的事儿 咱们还是慢慢来吧啊 艾丽雅 艾丽雅 凯迪在外边生活 你得多照顾照顾她 这个您放心吧 来来来 吃葡萄 是啊 快 多吃点 苏达 美美姐 你来啦 真不好意思啊 家里又有点事儿 所以上午没能过了 没事没事 我还给你留着午饭呢 我给你拿去啊 妹妹姐 那个 我吃过了 你吃过了 对 那我给你拿点水果去 妹妹姐 妹妹姐 水果我也吃过啊 水果都吃过了 那我给你拿点那个喝 妹妹姐 您什么都不用拿了 这马上开工了 我先干活 苏达 反正现在店里没什么客人 要不然你给我出去头发吧 行 那您坐这儿 好 妹妹姐 你想吹成什么样呢 你看吧 你看着好就行 好 王总啊 麻烦您 您再给我们多打听打听 您给我们纸条到 好好好 那 那我就等您消息啊 好好好 谢谢给您添麻烦啊 再见 我您也打了半天的电话 吃点东西吧 我不吃 不像你似的 什么时候都吃得下饭 我肚子饿了 为什么吃不下去 公司都这样了 你还能吃饭 还饿 不 公司的事情 我已经联系了律师 一定会有处理的方案 现在我们要冷静等待结果 冷静什么冷静 你吃你的吧 没法跟你沟通 compris 你烟静 你烟静 会有跟 importante 你烟静吗 我去烟静 时我会有很多 你烟静你看看 我去烟静 我去烟静 我们找你烟静 这些消费者只知道 用了我们公司的产品 受到损伤 心里恨的是我们 那你要消除影响 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你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处理好善后工作 不能让事态再进一步地恶化 这些我都明白 可善后工作 不是你出来说两句话 就能解决问题的 得真金白银地赔偿人家 我们公司从一起步到现在 一直都是亏损 遇到这事学上家说 那威妮她现在怎么说 威妮现在心里 都是她前妻 她前妻 想自己还思念少时的情况 当清晨面对太阳的时候 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衷 我愿意 我愿意的心里 我愿意的心里 拥抱着 迎接另一颗眼睹 到青春的弧弦 变成沧桑的脸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我这种一棵树 为你这道风雨 谁当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到青春的弧弦 变成沧桑的脸 你却依然选择与我并肩 一棵树 一棵树 为你这道风雨 直到不知 模糊了我的视线 当秋风 渐渐吹起的时候 拥抱着 迎接另一颗眼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